特种兵士旅游近期风靡网络形容的是短时间内 马不停蹄游览多个景点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铁路交通网络逐步完善 这种特种兵士的出行也成为不少商务群体的选择 高频次的人员往来带动广州南站 从交通枢纽战场走向大湾区门户 助推广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这天上午从香港西九龙出发的高铁列车到达广州南站 出站的有不少是当天往返的商务旅客 香港商人叶先生打算在内地投资理发店省里 他特意来广州选铺面 都是看这边多一点的了 我以前在天河 现在我就或者是在珠江新城那边 交通你便利了的话 那些人就会愿意狠去的了嘛 是啊 始终都真的会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未必会去很多人 可能真的即刻来回的 那你就会变得多了几个选择了 广深港高铁 广州城际 夏申铁路 把广州与深圳 东莞 佛山 惠州 珠海等城市 紧密联系在一起 珠三角城市群一小时生活圈的内循循环 大大加速 并带来跨区域同城效应 这天中午 电商企业运营人员 新月从珠海出差回来 一出站十分钟就回到了公司 我们这公司离这个南站比较近 然后就是交通也很便利 就能立刻出差回来 马上就是回到工作 然后投入到这个工作中 也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然后就是比较便利 目前南站商务区聚集了多个大型项目 累计投资额超500亿元 这家日化品电商企业 在2021年迁入南站CBD 成为南站商圈首批进驻的企业 从代理经销转型升级为自主研发 全链路发展的品牌 依托铁路枢纽的区位优势 公司规模在复合增长 包括高铁这边覆盖了整个粤港澳大湾区 这边也是方便我们日常出差 借助咱们广东这边的一个供应链优势 然后去做了一个自我的一个浮化 去年的营销是达到了6.5亿 以广州南站为中心的南站新城 从最初的广州市交通枢纽定位 升级为广佛都市新城 岁港澳现代服务业合作示范区 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枢纽综合服务中心 通过高铁地铁高快速路等综合交通路网 将流量转化为流量 四通八达高铁比较发达的时候 他们请不同类型的高通人才比较便捷 而且如果是总部经济 他们分支去到每个城市 每个省份的速度也快了 所以南站这个乡村发展的 未来是很大优势 目前广州南站商务区开发建设 始入快车道 一大批重大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预计未来三到五年 广州南站片区将成为 湾区上的又一张亮丽名片 两个颜值公司立场在不轻易中 下车也未来时